一大勺溫熱濃稠綠豆蒜 軟綿綿綠豆再加上Q彈粉條 蓋滿剉冰再淋上一大紙黑糖水 綠豆蒜吃起來就像血涼冰 口感特別 民眾到車程浮安宮 拜拜完都會來一碗 就糖漿很香啊 吃起來滿舒服的 有啦 我知道它有漲價 但是還是會來吃 業者門前大白強龍 每到假日翻桌率更是驚人 但業者最近卻悄悄漲價 皇家綠豆蒜近70年老店 1月1號開始漲價 一碗四十元變五十元 漲幅兩成五 真的物料漲太多了 還有人工薪水都有標榜 同版價格啦 就也還可以接受 好吃啊 好吃 綠豆蒜雖然漲價 但還是同版價客人照樣買單 另一間十家綠豆蒜 不管外帶還是內用同樣人潮不少 近四十年老店也是元旦開始漲價 從四十五元漲到五十元 但三十多年前剛開賣才二十五元 漲了整整一倍 有沒有客人的反應 沒有耶 都很正常耶 離福安宮最近相隔區綠豆蒜也漲價 因為租金比較貴 從原本五十元漲到六十元漲不量成 民眾出遊想吃冰涼美食 只能多掏錢滿足味蕾 藉由當初的王書宏評論報導